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今年度全球技术论坛陆续巡回各地举办,台北厂次预定5月下旬登场,时逢台积电股价创波段新高与人工智慧AI议题当红。 台积电在先进技术的进展与海内外布局、客户合作关系与半导体产业景气看法等,持续成为市场焦点。 另外,由于台积电北美技术论坛市场聚焦AI创新之领先技术,也让外界关注今年在台湾厂次的创新技术进展。 台积电日前表示,2024年北美技术论坛会中揭示其最新的制程技术、先进封装技术以及三维机体电路3DIC技术,凭借此领先的半导体技术来驱动下一世代人工智慧的创新。 台积电已在北美技术论坛首度发表1奈米制程家族的TSMCA16技术,结合领先的奈米片电晶体及创新的背面电轨解决方案,以大幅提升逻辑密度及效能,预计于2026年量产。 台积公司亦推出系统及晶圆TSMCSOW技术,此创新解决方案带来革命性的晶圆及效能优势,满足超大规模资料中心未来对AI的要求。 依据台积电说明,台积公司北美技术论坛举办30周年,出席贵宾人数从30年前不到100位,增加到今年已超过2000位。 北美技术论坛与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市举行,为接下来几个月陆续登场的全球技术论坛揭开序幕,本技术论坛亦设置创新专区,展示新兴客户的技术成果。 依据台积电官网预告,今年技术论坛将聚焦台积电的智慧型手机、HPC、物联网和汽车平台解决方案。 台积在5奈米、4奈米、300米、2奈米工艺及更高领域的先进技术进展,以及台积电在超低功耗、射频、嵌入式记忆体、电源管理、感测器技术等方面的专项技术突破。 此外,台积电已预告,今年也将分享台积电先进封装平台3D Fabric在Info、CoOS和SoIC上的技术进展。 另外,台积电已将按照惯例更新台积电卓越制造、产能扩张计划和绿色制造成就,以及台积的开放创新平台生态系统将如何加快设计速度。 尽管台积电没有声称过自己是第一家使用极紫外EUV曝光技术的晶圆厂,三星自认为这一头衔属于它,但台积电可以大胆声称自己是最大的晶圆厂。 因此,该公司多年来在EUV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使台积电能够改进使用EUV工具的方式,以提高生产率正常运行时间,并降低使用超精细工具的成本。 作为该公司在欧洲技术研讨会的一部分,他们更详细地介绍了EUV使用历史,以及进一步将EUV继承到未来工艺节点的进展。 当台积电于2019年开始在其N7 Plus工艺上使用EUV曝光制造晶片时,它占据了全球EUV工具安装基数的42%。 即使ASML在2020年增加了EUV吐光机的出货量,台积电的EUV份额安装量实际上增加到了50%。 到2024年,台积电的EUV曝光系统数量将比2019年增加10倍,尽管三星和英特尔都在提高自己的EUV产量,但台积电目前仍占全球EUV安装基数的56%。 可以说,台积电很早就决定大力进军EUV,因此它们今天仍然拥有EUV曝光机的最大份额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电的EUV晶圆产量增幅更大,台积电目前生产的EUV晶圆数量是2019年的30倍。 与工具数量仅增加10倍相比,台积电产量增长了30倍,凸显了台积电如何能够提高EUV生产力,减少服务时间和减少工具停机时间全面的。 显然,这一切都是通过公司内部开发的创新技术实现的。 台积电表示,自2019年以来,其EUV系统的日晶圆产能已提高两倍。 为此,该公司优化了EUV曝光剂量及其使用的光阻剂。 此外,台积电大幅改进了EUV光照的薄膜,使其寿命提高了4倍,即增加了正常运行时间,将每个薄膜的产量提高了4.5倍,并将缺陷率大幅降低了80倍,即提高了生产率并增加了正常运行时间。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,台积电没有透露它是如何如此显着地改进其薄膜技术的,但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,该公司的工程师将与学术界分享这一点。 EUV曝光系统也因其功耗而臭名昭著。 因此,除了提高EUV工具的生产效率外,该公司还通过未公开的创新节能技术,将EUV曝光机的功耗降低了24%。 该公司还没有就此结束,他们计划到2030年,将每个EUV工具每个晶圆的能源效率提高1.5倍。 在此背景之下,近日,台积电在技术研讨会上宣布,其300米工艺技术以稳定进入生产阶段,并计划在2024年下半年推动N3P节点,投入大规模量产。 台积电方面介绍,N3P技术是基于现有的N3E工艺节点进行的优化升级,该技术在能效和电晶体密度上实现了显著提升。 N3E工艺节点的生产效率已大幅提高,现已与成熟的5奈米工艺并驾崎岖。 据了解,台积电的高层管理人员在会议上透露,N3P工艺已经完成了全面的质量验证。 其量品率已接近N3E的水平。 作为一种先进的光学微缩工艺,N3P与N3E在IP模块、设计规则、EDA工具和方法上均具有良好的相容性, 这使得从N3E到N3P的技术过渡得以顺利进行。 台积电强调,N3P的主要优势在于其强化的技术规格。 相较于N3E,使用N3P技术的晶片设计人员可以期待在维持相同功耗的情况下, 实现大约4%的效能提升,或者在保持相同效能的情况下,实现约9%的功耗降低。 对于包含逻辑、SRAM以及模拟元件的标准晶片设计,N3P还能使电晶体密度提升4%。 这一系列的提升将有助于晶片在效能和效率上达到新的高度。 台积电此前已公布路线图与最新进展。 1.6nm工艺A16制程节点预计将于2026年下半年量产,将搭载先进的背面供电,Backside Power Delivery技术。 台积电称其为超级供电轨Super Tower Rail,可以提升晶片能效表现。 据台湾业界消息,台积电并没有为A16制程准备高数值孔径HiNATUV吐光机,而是准备采用现有的DUV吐光机生产。 相比之下,英特尔、三星都将在这一节点使用最新的HiNATUV吐光机。 总体来看,考虑到台积电目前已通过低数值孔径EUV吐光技术实现的所有改进,该公司对未来能够继续生产尖端晶片,充满信心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尽管竞争对手英特尔已在其未来的Intel 18A以下节点中,全力采用高数值孔径EUV,但台积电正在寻求利用其高度优化,且经过时间考验的低数值孔径EUV工具,以避免主要技术的潜在陷阱如此快的过渡,同时还获得了使用成熟工具的成本效益。 台积电这种持续精进,降本增效的硬实力,恐怕竞争对手三星与英特尔,在追赶先进工艺的过程中,是没功夫学习了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谢谢。 请你点赞、订阅。